在當時我會覺得說他居然是我永遠的老師 永遠的朋友 永遠的哥哥跟永遠的靠山 當時到一個月前 就是我接到北京的朋友 到所說就跟他生涯重病 那當時的我呢 我最近就很快放下手邊的工作 我就可以到北京去照顧他 你知道那一天 我那天晚上真的是叫我 就是很難忘掉 就是當我到了北京的醫院 然後我可以拍他的那個病床的時候 我看到他的那個樣子 就是台北說的心都相當的恐懼 因為他的 我之前也看到他那個重病的樣子的時候 其實真的狀況非常不妙 就是他是轉三口氣然後吐起來口氣 就是那個呼吸的狀況非常非常的困難進行的樣子 然後我就摸摸他頭 我剛說裡面是家有家的樣子 結果呢然後我剛說完家的之後 我就到了廁所 我就在廁所裡面哭了半個小時 但是哭完再半個小時之後呢 我就跟上一座了一個禱告 然後我就告訴我自己說 現在不能哭 現在呢要讓我 換我當大哥 現在呢我要勇敢一點 然後呢我一定要照顧他 然後把他照顧好這樣子 所以呢我就在北京的那個醫院裡頭照顧了 照顧了我哥 照顧了整個一個月 那麼我覺得呢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這個給自己的景點 因為是大年更特別給我 因為其實從17歲開始 17歲開始 初來跟他在一起 我們就做了大年更開過 然後 然後 我覺得 因為這中他好像也知道他要走 所以他留了這一個月給我 這個月其實相當相當的辛苦 但是呢 我還在他身邊我覺得非常的快樂 那一天啊 我們就是讀聖經 然後他講笑話給我聽 然後我們唱詩歌 然後我就幫他擦擦擦擦 然後 他就跟我約定好說 他說他 他出越了之後 我們兩個要在北京多留三年 他說他要帶我去 在裡頭人歌手 歌到 然後他說 他說他要 帶我去廠城 帶我去故宮 然後他說他要去西岸買很多的老開的衣服 他就跟我約定好這件事情 然後我跟他說 好的 然後我跟他說 好 我們就來做這個事情 那其實你知道 在醫院的那一個月裡面 真的 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因為 我每天請人追三四個小時 然後每個照片 他的嘴巴都破洞 到現在他還沒有好 然後 因為他當時 身體狀況真的很高高 所以他就是 我都要幫他換 那個大小便 然後一天到八萬 就是七八便這樣 所以他在那個醫院的狀況 是真的真的 非常的糟糕這樣 然後直到 大概就是 就是七月二十號的凌晨 然後那時候 就是突然 那個律師就衝進來這個病房 就 就很緊張的放棄把我叫醒 然後我把我叫醒說 我真的嚇一大跳 然後他就跟我們說 你的狀況 你那個狀況好像不太小 我就電話來看看 然後當時我看到他的時候 他的那個 心跳還不是怎樣 那時候已經叫到那個 然後他就上台去睡著 然後我就用很害怕很發抖的聲音 然後我就推著他 說他 他 其實我一輩子聽過 這輩子發抖 因為我自己 爆出來是一輩子發抖 一次 然後我推著他自己 然後叫他說 我知道我要失去他 因為我不是說 他很大 突然 我看到睡得很沉 很沉 我又在想說 我要不要叫醒他 因為 這一個月以來 他睡得非常不好 他每天都一直包吹著聲音 要不然都是驚醒 然後我看到他睡得那麼沉 我就覺得說 有點捨不得叫醒他 要不要讓他不睡著 可是沒有 我就想我要叫醒他 我就一直叫他一直叫他 可是他就不行 這時候 我不是跟我們的主持 一直就進來 然後就把我趕出去 因為他會讓你進行持久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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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出去 然後結果 他們就在那裡打了槍心一聲 然後也做了電子 都沒有笑 然後 這是我的主持 醫生 從那個房間 是黑的一張遠出來 他問我說 還有一個方法 我不曉得 你願不願意去看看 然後沒有什麼方法 就要七千 然後 我就問他說 他成功之力有多少 他說可能只有百分之五百 然後七千之後 變可能就是變成十五百 你知道 然後我就跟我的主持 說算了 不要了 算了 不要你們痛苦了 變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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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我的醫生 跟護士說 請給我 給我 給我 給你一點時間 我要跟他道歉 然後 我就 到地上一邊去 為了他 身體 然後牽著他的手 然後 就一直向別人 出來給他 然後 最後跟他 說說 之後跟他 說說 好之後 然後 然後 太平洁的人 就來處理他的醫院 然後 就把他 送到太平洁去 然後護士小姐 就跟我聊說 你趕快回去睡覺 因為你一天 沒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趕快回去睡覺 然後 我就一個人 從 那個醫院 坐車回到 我哥的宿舍 當我回到家的時候 我哥是兩點 已經在斷氣 然後 處理遺體完之後 我回到我哥的宿舍 是四點的時候 那個晚上真的蠻可怕的 真的被你非常可怕 我一個人躺在 他之前睡的地方 閃閃閃眠 然後在床上 滾來滾來滾 從軌道差不多晚上五點的時候 我終於就是漸漸的睡著了 然後那天晚上 當晚就夢到他來找我 然後 你知道那個夢真的是相當真實 因為他來找我的時候 他就很開心 然後牽著我的手說 我們出去玩吧 結果他就帶我去賽 吞吞吞吞 他就帶我去步動 他就帶我去講真理 他就帶我去西南買衣服 我們快樂了 就回一個夜晚 然後摸個最後 風景的最後 他突然把顏色移成 跟我講說 我真的可以走了 然後我都還給我跟他 輸在這裡的時候 他突然就會很快的速度 然後就整個人都飄到空中 然後就消失在白雲裡頭 然後 那個時候我驚醒 我驚醒的時候 我躺在熊上 我相當的痛苦 因為 可是我就跟他說 大平謝謝 你是你實現你的諾言 你是要你走了 尤其是有我生活的事情 你還是做到 謝謝你帶我出去玩 所以 我真的相信 我真的相信 有一天 我一定會在主耶穌神殿 再次遇到他 但是我相信 他現在在天堂 跟著我 我相信 有一天 我們還會再相遇了 謝謝 那麼這段期間 真的非常謝謝 謝謝哥 謝謝很多人 給我們的幫助 那我真的非常謝謝 基督之家 還有藝人之家 還有藝人談戚的 不用姐妹 做了一天給我的帶導 那我要先謝謝兩個人 一個人就是 康乃星乃星姐 一個人就是大愛 徐希悅 他們在這個 北京的一月的時候 就我們相當大的協助 那 還有我要 帶給大家 謝謝兩位 就是韋鐘哥 他也要認識 因為其實韋鐘哥在 呃 就是常常出事的 這段期間 其實常常關機大禮 然後呢 也只能找他 出去吃過飯 所以其實 沒理由於曉得 其實韋鐘哥 其實一直都有在 對大禮自己 對關懷的動作 還有玉琳哥 玉琳哥呢 等於是 就是大禮 就是最愛大禮的老闆 當時呢 也是常常把大禮帶來 審別 然後呢 就是 在大禮出事的時候 其實他也給人 我們領家很多的賢助 然後就是常常 給我們機會 然後也常常帶他們出去 甚至幫他們追溫到 其實 在這段期間 的這個風波 我特別為這兩個老闆 他親 其實他們都是大禮的恩人 然後黑人也是 其實今年 還在四月天的時候 就是我們基金教 的一個 很盛大的一個 一個聚會 那時候黑人遇到我的時候 他是牽著我的手 然後幫我哥高照 其實無論是老闆 或者是大小孩子 或者是先生同學們 或者是我們的弟兄姊妹 其實 他們常常守在我們身邊 然後幫助大禮 就是越來越走出他的陰霾 然後幫我們祷告 讓我們就是越來越有力量 所以在今天 我真的要謝謝各位 真的謝謝你們 真的謝謝你們 謝謝